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在今年国庆王金周期间 单日录得超过9200人赐入场 创下开馆以来 单日入场人赐新高 说明文化艺术 已经成为大众生活一部分 现在的艺术展览着重体验 艺术家尝试将人工智能AI 推以实景VR等新兴技术 融入艺术创作 增加观众的观赏乐趣 香港故宫也提供多媒体艺术装置 被观众从视角、听角、触角 沉浸式了解紫禁城 不过不是每个艺术展览 都有足够大的场地和空间 来容纳数码互动装置 有本地创意团体 就将视野聚焦大湾区 到澳门举办AI数码艺术展 展出多幅由AI技术产生的艺术画作 也加入互动元素 用高端投影器材 透过掃描和投射 打造出270度环环屏幕效果的 沉浸式空间 令人目不下级 艺术结合科技 带动新的观展潮流 也促成艺术交流 为发展中西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开拓全新大门 全新感受 当代中国 开拓全新的观众 变成艺术交流中心 赵